啊 有了收三张牌 很厉害 哎 相当的眼神 不分头晒 我看了啊 我看了我看了 活了活了 出路一个人都要进攻 对吧 对啊 打死了 你怕我不认识我用了 哈哈哈 对不对 哇 可以 要断了 要断了 没有回忆点 在第一集 那里有过去吧 有这个地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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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成员如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7三国沙王者之战SL冬季赛4V4项目的比赛直播 我是解说鸟 我是解说美娅 本赛是游游卡桌主办 感谢百度贴吧 这本赛事大理支持 感谢安德斯的电竞椅为我们提供解说的椅子 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季后赛的最后一场啊 也可以说是整个四四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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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赛 对 也是我们所有的SCL冬季赛的场子当中不算最后的决赛不算最后的决赛那么是最后一场了 是的 最后决赛可能会在 最后决赛可能会在12月的中下旬然后给大家带来 当然也有可能再往后一样 比如到元旦啊或者再往后 对 有可能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呢就打完之后 我们的冬季赛的俱乐部联赛 线上赛的部分就全部都结束了 那统帅也好 22也好 44也好 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个成绩出现 是的 有些队伍回来的队伍倒下 然后你这个东西就穿了 没事 等会再处理吧 最后你不大 我可以把它往下 往下 往下一点 对 对 对 这脚都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西鲁兹对GC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所有的队伍一个紧急情况 就是八支俱乐部 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这八支俱乐部呢 无双和Best进行了第一场气候赛 于是无双被淘汰 然后老司机和GC进行了第二场气候赛 老司机被淘汰 对 昨天晚上Best和龟心打完之后 Best被淘汰 所以到此为止 我们有龟心 和VCUP三支俱乐部成功的晋级 这三支俱乐部非常巧 他们恰恰就是我们在排名上 排名上 排名第一到第三的三支俱乐部 就是排名很靠前的俱乐部 最后一场呢是GC对西鲁兹 也就是今天晚上要开这样的比赛 是的 那么在这个排名上 GC应该是排第七 西鲁兹是排第四 所以看看排第四的西鲁兹 有没有可能像其他队伍一样 守住这种上半区的荣耀 因为实际上能看到 你在常规赛表现得好 你在季后赛表现得就不会太差 对 因为目前为止 虽然BEST之前是通过反击无双 然后创造了一个小的黑把奇迹 但是最终打归心的时候 昨天还是失利了 所以也看看 还是归心 BEST可能在很多小细节上面 还是有一点需要稍微的去再考虑一下 还是昨天的比赛还是挺可惜的 所以昨天竞技的话是归心赢得了BEST 那今天的话还是对这最后一组 还没有比赛的队伍GC和西鲁兹 还是挺期待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最后这一场比赛 GC和西鲁兹 那观众可能问了说 那今天比赛完事之后 是不是以后就没有我们每天的直播了 目前情况看来的话 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明天会有一个 两起黑店12月1号的活动 那都是双11双12的活动 我们在双11双12中间插了一波 所以在12月1号的时候 会有一波小活动 那明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几款 三光沙的小产品 包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其他的桌游 也是我们公司出的 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明天来一起看 我们明天晚上8点 还是同样时间8点在官方直播间 官方直播间 三国沙官方直播间 没错没错 然后之后的话 周六日应该是没有比赛 但是周一开始 我们应该会进行一系列的 线上2v2比赛的直播 是的 2v2比赛直播 然后后面包括自个赛 包括其他那些比赛 反正多多少少 还是有很多赛事内容要去直播的 我们这边后续也会把直播内容 就是我们这边一确定好了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 然后咱们就直接来看 好吧 嗯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基本情况 我们这边的基本情况 然后今天这个画面好像显得人发红 发红 好像是这个分辨率的问题 这个直播里面好像是正常的 嗯不是 不是什么 还是天红 问题应该是手上机的一个设置问题 嗯 但没关系咱们看待会好没好吧 它也许自动能调整好 也许自动能调整不好 嗯 大概就应该是跟白天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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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们反正看成什么样是什么样 对吧 因为今天美牙穿铁非常地红 这个就是 对于螃蟹来说呢 红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人来说还不错 所以 你有欺负我 这怎么算欺负你呢 对于螃蟹来说 红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红就是要熟嘛 对吧 嗯 然后但对于人类来说 红还是挺好的 我们说这个夸人好说 红光满面 对吧 精神焕发 嗯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没有说夸人的时候说 哎呀 你看你这多好 脸煞白煞白的 对吧 雪白雪白的 对吧 所以你说说红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事情 挺好的事情 而且我们听讲 面具一条正常的东西 这个也是不容易 因为各种各种东西吧 还是说这条设备 最终能不能玩顺了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操作 是的 GC和西路路 两支队伍在常规赛的时候呢 肯定是交手过 因为我们常规赛 是一个雪花赛的赛制 所有队伍之间 都是有交手的一个过程 嗯 应该每支俱乐部 他们可能互相都切磋过 嗯 然后GC和西路路 是在第六轮的时候 两个队伍小小的较量了一下 最终呢 是以西路路3比1 战胜GC为收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GC这边的表现更好一些 哎 这个是现实面 这个是 好的 嗯 应该是表现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今天同样呢 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抽奖的环节 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来设置一些奖项 好吧 那主要还是以画画为主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画了一些画 主要是为了明天的直播 我们做了一些彩排 然后其中画了几幅画 比如这一幅吗 比如这一幅 但这幅不能给大家看 因为这幅的话 我们明天还要在直播的时候 当作抽奖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幅画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们现在这边有一幅 已经画好的画 然后大家相信已经对我们 每天画画这件事情呢 觉得 已经熄悉为常了 已经熄悉为常了 那要是突然哪天不画画 那估计还多不习惯 那肯定的呀 对吧 你没有看我画不画 然后晚上怎么睡着觉 对吧 看不见你的画 我怎么能睡着 对啊 看不见你的画我怎么睡得着 是不是这么唱的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后续 后续 那这个也得往这来一点 可以 都可以 嗯 所以我们后续呢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 只要有直播的情况下 我们就争取能够画画 然后顺便可以想想 我们有一次问题 可以当做我们 每次直播的时候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当做直播的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观光老师也是念叨了 说咱们别老画画 他就是可能担心说 我这边画的太多了 然后这个画就掉价 可能有 还有就是怕 就直接把那个送的节目的 看点都强强掉了 对对对 让大家都注意力的 放在看画画上面 是吧 对对 大家注意力肯定是放在看画画上面的 这个我是 对我们的这个画画 还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因为毕竟大家 你说什么事看比赛呀 对吧 看画做画画 所以肯定是一个看画画的状态 看画画的状态 所以我们后续再看吧 然后今天的比赛 应该还是要再等一点点时间 目前看来 好像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够 开始 对 才能够开始 我们也就给大家 随便再闲聊两句 对 那个 这个 不过方便把我 哎呀坏了 本来我其实昨天统计好了数据 大家今天跟大家勺力数据的 结果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数据 我给落在楼上了 嗯 没有拿下来 没有拿下来 啊 只能说我手机上还是有一份备份 所以呢大家这样 就是你想知道哪个武将的情况 你跟我问一下 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聊聊这个武将 好吧 嗯 这个太可惜了 我这个确实已经打印好了 然后没有带下来 对 打印好 结果没有带下来 因为我们分这个楼上楼下 因为杭州办公室跟北京办公室 嗯 虽然都是两层楼吧 但是它的呃面积相比的话呢 大概应该是接近 我觉得有个四五十倍的差距 还是有的 嗯 所以这边一旦分别有两个话 还有跟导播说一下 这个画面好像 你没发现吗 画面糊掉了 嗯 是这样 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团队的力量 啊 它可能是不太行 啊 对 啊 焦距又出问题了是吧 我是说画面糊掉了 嗯 想怎么办啊 你看你能对着手 朋友 嗨 摄像机 摄像机 你好 摄像机 摄像机 你看你能对着手 这个如果其实我们面对一个小DV的话呢 其实事情还好办 但是呢 我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啊 这个摄像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呃 导播看有没有办法 请求一下支援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还是需要 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 需要得 嗯 好了一点点 然后就DV之后来 啊 DV开始 DV开始 DV开始咱们把它们切走啊 来把我们切掉 请切掉我们 嗯 請把我们咔嚓掉 哈喽 啊 切掉了 切掉了 啊 这样就成功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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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顺率第一高的是雇佣 10次上场8次获胜80% 第二的话就是不练师了34次登场24次获胜70.6% 嗯 第三的是郭家18次登场12次获胜666.7% 然后嗯 曹昂是6 9次登场6次获胜也是666.7% 嗯 嗯 之后 就只有只有60%的了何台后10次登场6次获胜 然后诸葛锦33登场20获胜60.6% 还有画图60% 3手登场21次获胜 这都是胜率胜率比较高的武将 但是胜率高这件事情啊 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说一个胜率高就特别高 没有 都是还不错 都是整体上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但是不会说像其他的武将那种 说像张松那种对吧 张松我会在我们比赛当中得是接近85-90的样子 85-90的样子 我们看暖色这边的一波打完 然后现在到虚晃回合 虚晃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有非常良好的发挥的 所以呢 不知道今天的比赛是什么样子 对吧 有观众问 哪些摆的胜率怎么回事 那很简单啊 因为他就比较上了两次 对 上了一次两次 摆跟摆的是很真实 对 有时候关键时刻 他们没有合适这样上 所以就选择上他了 这个其实告诉你一个小道理 就是你以为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的 你的经验告诉你的事情并不一定准确 比如看泽 你凭想象觉得看泽已经特厉害 但是看泽的胜率其实特别惨 我给大家看看看泽的胜率 看泽的胜率是这样的 19次登场 只有6次获胜 31.6% 31.6%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只有一个比他低点的股价 是16次登场 只有5次获胜 叫31.3的王鸡 这两个都是特别惨 这两个胜率什么都是特别惨 非常差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这边许晃 一张飞胜算段贴了一下国家 这个 一张勒布斯主贴了一下国家 也是说你屡步 待会挤国家的时候 三思而后行 因为国家毕竟是一个主公位 如果你把国家血量挤得过低的话 对谁都不好 而且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一张飞胜算段 贴在陆逊的头上 通常来说我们觉得 对于许晃这边 冰箱自己的陆逊天经地义 这件事情是很常见 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看来许晃是没有 开始贴出去了 把他这个滚刀贴出去 那这一局呢 其实双方各自有各自刷牌的一个方案 冷色方当然是以陆逊为核心了 配合以许晃的断粮和小诸葛的火迹 而暖色方呢 则是我们常见那种慢血流的打法 李典呀 郭家呀 曹冲啊等等等等 这个陆逊没想到还过了 比方说是失效 所以有一波输出可以打算别的位置 一张射手签羊分履固 通常来说 射手签羊分履固 通常来说射手签羊分履固 通常来说射手签羊分履固 来去使用和打出的 所以我们觉得 它这个射手签羊啊 应该不是 就射手签羊使完之后呢 通常来说 我们理解的其他的位置 就其他的牌 可能就很难去连营打出去了 对 这边接着一张射和射条 这张过拆 这张过拆有可能是顺过来的 有可能是顺过来的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有一张拆和一张顺的减过架 你是不是可能会考虑 先出一张拆后处那张顺 而不是这样反过来 先出顺后处拆 先出顺后处拆 那我们继续 还是在双方的一个较量之下 到吕布回头 吕布这边还是选择几项国家 然后看这张决斗的目标会指向谁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介绍过 对于吕布来说 他有很多其他的打法 其他的打法 吕布对国家 诶 这边 这张决斗是指向谁了 这个错眼一看没翻过去 我这边因为盯了点弹幕 所以不知道这张决斗指向目标是谁 但总之他是被诬陷了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冷色方毕竟是有小猪狗的存在 在小猪狗存在的情况下 他诬陷谁都是成功的 那暖色方 因为之前在上面的轮次 我们刚才注意看到 紫云熙同学使的这个杯子 好像是我们官方的一个周边 应该是一个国家图案的 国家图案的杯子 对吧 所以说这种选手就非常好 你来打比赛 你要有参赛的觉悟 对吧 参赛说除了勤学苦练 除了锻炼技巧 除了好好休息 除了多喝一点什么 热心 提神的饮料之外 那还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可以好好去做准备的呢 多花钱 多充钱 多买三块产品 多买周边 比如明天我们要去宣传的产品 对 你得充钱嘛 对吧 你说你就光想着打 你不充钱 那不充钱你怎么能够变强 对不对 充钱可以使我变得更强大 对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吧 因为我们举个最难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武将里面 有一个成欲 对吧 那你说你没有成欲 你平时没有练习的机会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成欲 在比如说打身份局的时候 比如说在其他的模式下的时候 能够苦练成欲 这样才可以做到 对每一个武将都烂熟于心 都烂熟于心 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冷色方这边 是不是继续 还是要把火力的重点 集中在这个理点身上 现在讲道理 冷色方可能感觉上 稍微安逸一些 冷色方感觉上稍微安逸一些 哎呦 但是中仓没有太多的作为 直接选择起牌过 我们看看小猪狗的回合 火攻向陆训 然后变相的去接着刷一下 这个刷陆训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呢 这个陆训刷起来 有点像之前 很久很久以前 有过一局类似的比赛 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们刷陆训 拿贝拉屯钻去 一直冰陆训 导致陆训里面有大量的牌 囤积在手里面 有点像一个铝萌的状态 甚至能囤到十几张牌 二十张牌 然后这样的一波牌 在一波的输出里面 就是背谁秒谁的状态 特别的非常恐怖 离点继续的跟几方的曹冲 来进行称相的配合 但是这样的配合呢 我们其实觉得效率上也就一般 效率上也就一般 而且并没有使离点脱离 现在生命的这种 一个危险的状态 危险状态 没错 特别的 虚晃的一张 黑手连环 再次的去 相同性配合 是的 然后火攻一下 离点 这边火攻一下离点 这边再次把曹冲 曹冲再次把自己翻掉 这边曹冲再次是把自己翻掉 其实曹冲这么去翻理点的话 不是一个特别实惠的做法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没有太多的余地 这个阵型其实你说冷色方 一定比暖色方强很多 暖色方理点国家曹冲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物件 对吧 但是冷色方第一 他们是有一个陆讯 能够合理的配合 而且围绕陆讯这个点 确实搭建起了合理的平台 有观众说陆讯特别强 那我想说不是 陆讯真的不是特别强的物件 对吧 只是还不错 就是还不错 上场率很高 但是视频性不强不强 这边旅步继续地去刷国家 但是你给的牌 看能不能合理地用上 因为徐晃之前是 在上一个回合 应该是一张悲伤冲断 直接限制住了 李点的拿一技牌这个动作 而如果李点拿到一技牌呢 那就很难 很难去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边旅步的决斗 再次被对方打断 再次被对方打断 而且现在实话是说 旅步反正绝对陆讯 已经没有这个胆量了 因为陆讯十张牌 扔个四张杀六张杀的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 一把连弩抄起来 其实如果有弩的话 旅步是不是可以考 直接推陆讯呢 因为好像只有推陆讯 是哪个方获胜的机会 但他牌肯定是不够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 对吧 你就从推北开始 打不远打不动嘛 这边一个十张牌的陆讯 对吧 而且有一点就是 虽然他们也在找机会刷 但是冷主陆讯 现在的状态非常的好 然后过家的话 我觉得挺危险的 包括这个离点也很危险 这个过牌这事吧 这个过牌这事吧 反正怎么说呢 它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也一直看命 对吧 因为你过牌的总数是不变的 但是你过牌过到牌的质量 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看这边 应该是这个回合 吕布刷的第三刀国家了 对吗 对 好的 那如果这三张杀 我们不打国家 我们转身打陆讯的话 你觉得陆讯身上会多几个窟窿吗 他们这样打的话 其实让我想到了那天 咱俩就是在北京的 就是那个刷 死命的刷 刷谁 好像也是刷国家吧 对啊 反正这种刷牌阵都是一个性质 对 说我不刷我就是白板 但是你刷起来真的很赚吗 确实吕布其实几国家还是有好处的 确确实实是有好处 这个跟不一样 因为这个事情很有灵气 就是在于吕布这个点 对 因为吕布刷国家是有额外的动作能做出去 但是很遗憾的是碰上谁了呢 碰上对面的一个小猪狗 对吧 所以小猪狗反身的无险很讨厌 我们看周苍这边 说你刷出去刷国家刷得这么开心 那我们来捕一刀吧 你不就愿意掉血吗 对吧 我帮你啊 你不自己刷三刀吗 我帮你刷一九刷 两刑 这边曹冲人心翻回来 这个动作实话实说 周苍做的不是特别好 对 不是特别好 就是应该普通刷一刀 对吧 考虑到这个曹冲可能翻面这件事情 也还行吧 这边就算是墙逼着你翻了一下 因为你有弩的话呢 挂九这个动作 他其实考虑到说 如果国家说有口九的话 我单刷一刀 国家自己翻回来不太好 那这个应该是结束了 国家一个桃 你看 他就是考虑到这件事情 说单刷一刀 他可能自己手里有九桃 所以我想他先九刷 但是九刷之后呢 曹冲这边会有这个马呀什么的 他拿个马自己把自己转起来 是的 哇这个配合厉害了 那我觉得马上已经插力了 真的 那应该是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第一局的话可能就要恭喜这个西朱鲁了 是的 因为GC这边阵型一方面是说开始离点被压得很惨 所以导致全局都被逼得转了一个手势 第二呢就是说刷牌很明显没有刷到太优质的牌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好多的遗迹牌啊 有好多好多的遗迹牌 都在旅步离点 头上对吧 是的 被虚广的一点还是针对了一下的 被虚广的一点还是针对了一下的 全部选择给了离点 国家也是 胆子够大 很机灵 很机灵 它全部都给出去 这样的话 你小猪狗有几个选择 要么就是你有个棍儿捅我 要么就是你火计离点把离点烧死 对吧 反正你想弄死我不太容易 因为我现在没有牌 我不受你的火计 需要你的其他的方式去给国家带来压力 给国家带来压力 你选择杀一刀离点 应该是个酒吧 这个离点 不然我不会给他 啊 没有脑海给他那么多遗迹牌 是在假装 假装离点操作 你给的一派给头上 我知道是刚刚那回合又下他的那两张又给了他 他原来头上三个 对 我的意思是 还不如给吕布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主公已经快死了 现在不是吕布不吕布的事情 就是国家本身应该是撑不下去了 他肯定撑不下去 对 所以我实际上是觉得说 对于暖色来说呢 刚才吕布的回合三张杀杀陆逊 可能是会有一点机会 会有一点机会 比现在这个打法的话 可能机会会略大一点点 可能会略大一点点 小竹果的轻钢链 其实你说双方阵型的完整性上是比较接近的 我觉得双方阵型都是很整的一种阵型 对吧 只是暖色方上来被打一蹭蹭不及 然后之后呢 怒刷了好多牌 要么就进到棋牌堆了 要么就 也没什么大的作用 现在冷色所有的武器都是满血啊 对啊 曹冲好像也要选了 曹冲要选了 这局许晃 其实立了很大的功劳 他在很多的情况下 通过断粮的技能 让对方没法拿到一牌 使得国家就很尴尬 曹冲也倒下 现在倒在路上呢 只有国家和 国家和旅固 那这边一个角度 在走国家 我们恭喜西竹路 恭喜西竹路 获得了第一局比赛 获得第一局比赛胜利 好像至少焦距是对了 虽然色彩上可能还是 有一点点情况 好吧 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有一个什么自动的设置 可能被打开了 原来可能关上它自动 自动觉得我们怎么好看就怎么来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接下来的比赛还会不断进行 但是我们先要开始准备出题了 好吧 这道题非常有趣 这道题是非常有趣的 是刚刚我知道的答案的题目吗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给大家出一道问答题 好不好 我们先出一道问答题 就是简单一点 咱们热身 因为说王站直播间 还是要有一些热身的缓解的 好吧 那我们先给出几个提示 好吧 我们先给出几个提示 然后正式提问 在我们开始给出提示的时候 有观众可以答对的话 有观众可以答对了 那我们就算做正确 第一个答对的观众会获得 我们提供的一个五连皮肤包 那观众需要加群 3008 34 806 在群里面找一只管理员 叫石榴 找一只管理员 对 好吧 那我们先准备开始给提示了 第一个提示 我们的答案是六个字 注意啊 第一个提示 我们的答案是六个字 第二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是这样的 第二个提示叫 这个答案呢 跟我们每天的比赛息息相关 跟我们每天的比赛息息相关 好吗 不是跟你息息相关吗 那行 跟我息息相关也行 对 跟我息息相关也行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提问了 长庭外古道边 这个答案我喜欢啊 还是很有诗意的 但不是不对 这个不光不对还不沾边 不光不对还不沾边 好的 那我们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 2017三国沙 王者之战的slogan 如果你不知道slogan是什么 你可以列表口号 是什么 请回答 对啊 如果 相信321肯定有人答对 如果就是经常会看直播的 应该是知道这句话的 这个问题不需要重复了吧 对啊 刘龙甲真枭雄 我都想觉得这就是正确答案了 已经 但可惜不是 真的有人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吗 好的 恭喜 恭喜逐鹿原神 智慧成就 就每天 包括今天也是啊 每次一看到智慧成就荣耀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吧 答案是智慧成就荣耀 有观众答案 善谋者得天下 那个是三国沙的slogan 对 网站的话的slogan 应该就是智慧成就荣耀 叫做智慧成就荣耀 是的 你也很好理解 就是这个比赛呢 得有脑子才能打好 说没有脑子 那就打不好 对的 需要智慧来去完成 因为你说这个游戏它是不是完全不好手速 其实我觉得对手速啊 对其他的方面的要求还是稍微低一些 主要是对这个计算的速度 主要是对脑子的这个反应 它就特别快 好吧 那么恭喜原神 原神应该可以当你群里面啊 然后今天知道石榴是谁 对 原神就直接去找石榴 然后原神说我就不找石榴 我找奶妈 你爱找谁找谁 好吧 对 但是呢 因为是石榴固定的去给大家发展 所以你 这个跟红甲有什么关系 他在智慧我们没法拿冠军 当然跟红甲有关系了 每天的开场白是谁念的 对吧 我要不智慧能给你们出这种题目吗 就是啊 对啊 这个东西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 对啊 每天都念一遍吧 每天开头进去就是智慧有成就荣耀 不都是红甲哥念的吗 对吧 是的 好 那我们这场比赛打完了 双方应该确实委屈会下一局 我们待会下一局比赛呢 会开始画一幅画 这个 大家看看 通过这幅画能够猜到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好吧 这个就是因为某营老师捣乱 让我们每天还得编点什么小问题啊 然后编点什么小东西 然后去画是吧 对对对 我讲起来这样吧 我们待会下一个题目 我们不猜这个 不出问题了 我们也不画画 我们下一个猜题环节 我们用一个笔划的东西 我们用我这桩灵巧的手 给大家展现 去笔划吗 给大家展现一套答案 对 那比赛的话 就双方进行到他们的BO5的第二局 对 然后有观众说我再智慧也没法拿冠军 那你这是小看我了 当然了我再智慧也拿不了 我们比赛的冠军 那可以去别人办比赛呀 我们可以去那个对吧 拿别人比赛的冠军嘛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把答案先给你写出来 看你能不能记住 这字不会写的 这都认识吗 不认识 那算了 没事 你就记住这三个字吧 我只要我只要我只要 对你看见这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因为这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这个我们待会儿的答案 好吧 王队是在官方频道 是十六吗 在说话还是东方 应该是十六吧 他说啥 他说去拿某杀冠军 就是他说是英雄杀嘛 对 还行 我觉得这个算是保家卫国 我这个 对吧 冠军拿的还是值得 我觉得值得公司给我一些奖励的 毕竟我们对吧 让敌台就没有 基本没有在北京办法比赛 在我们某次承包了北京赛的 所有的那个前几名之后 这个一号 1823年东 这个陆逊的皮肤很新鲜啊 好像没有见过 你没见过陆逊这个皮肤还是 没见过啊 传说皮肤 这个传说皮肤是吧 到底都没见过呢 但是它不是仲泰的 仲泰的更那个一点 对 完 这冰眼又变成一对大眼睛 在这忽伤忽伤了 完了 这眼睛看不见了 能看见一只眼 还要挑眉 对 变成那个Jack Sparrow了 变成Jack Sparrow 我们看一眼现在的战面状态 一号位是曹昂 曹昂身边有个不练师 但是这俩呢 都不是主公 也不是忠臣 然后下面暖色方的主公是个彭筒 彭筒边上是个曹仁 这俩人 反正彭筒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不太招超广 对吧 基本上不太招超广 谁没事 跟彭筒较劲呢 对吧 打死的还有一条命 然后说什么什么浴火重生 什么什么 凤凰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 冷色方的主公啊 是一个诸葛亮 而且呢 是在一个四号位 这个诸葛亮 在今天这局比赛当中 想象着 应该是凶多吉少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应该分分钟 这个诸葛亮就会被打爆 因为首先是我的沙 会击乱这个点 这是一方面 然后其次呢 我们这边通过 铁锁连环的方式 也可以对你额外的造成输出 说你空城那完全不安全 首先在军争环境下 空城就是个笑话 首先在军争环境下 空城就是个笑话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 旁总这边通过铁锁连环 去对你造成伤害呀 对吧 比如说 诸葛亮这边火击一下 包括说我们这边陆讯对吧 我给你发一个总行吧 你虚你没有发 但虚我陆讯给你发一个 而且包括还有一点刻 他的就是如果只要诸葛掉血的话 那曹仁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给他一张 不不不不能不能那是回合 我想起来了 那是回合结束了 给他正好到诸葛的回合 我说错了 反正就是可以破塌空城的 而且现在诸葛也是被直接打掉了 打掉了三滴血了 有关联赛冠军啊 联赛排名第一的是游领 排名第二是VCUP 然后现在目前是游领VCUP 归新三个队伍进到了决赛 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者也将进入决赛 目前从第一局的比分 以及和现在的形势来看呢 我们觉得西茹路这边可能够优势一些 但是GC肯定不是完全没机会 就是努力好了 努力好了 果然话音未落 这个诸葛亮已经表达只剩两血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解说 就是这样的 他对局势后一种预知性 会告诉你说 你看暖色方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诸葛 所以呢 现在无论你诸葛亮 把多了的火力集中在小诸葛身上 顶多你打死一小诸葛 但你打死他又当农合 对吧 对 人家是个忠臣 人家的生死与你无关 而且朱古亮现在血线太低了 没错 没错 就是装金刚剑 装金刚剑 杀个曹人吗 没有意义吧 杀谁都行 无所谓 人家反正说了 我待会小诸葛火中陆迅 然后陆迅那边的莲营 就准备去把牌递给你 给你补一个破你空城 然后接着一圈接着走 有个人说冷色颜面不大 冷色不是颜面大不大的问题 冷色方是整个要崩塌的状态 整个要崩塌的状态 陆迅的树上仙摇 大桥 而且是把大桥勒住 铁里边不炼湿 这个勒是挺多的 本来应该是冷自大桥这边 来靠勒占到一些便宜 但是结果现在 反倒是被别人给勒得一塌糊涂 无险可及的毒条 因为有小诸葛在 所以出现去解决勒布斯鼠不太容易 但是天过了 天过乐的大桥 天过乐的大桥 但是想乐小诸葛好像也没什么希望 因为阻止小诸葛火机陆逊 好像希望也不大 所以这些事情集合在一起 反正只要小诸葛 能够火攻一下陆逊 诸葛亮的空城就算被破了 诸葛亮的空城就算被破掉 而只要你空城被破了 那庞总给你一血 我觉得还是合体的 有啥就是一血 是的 有个人问 广州赛的补赛什么时候打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 给我们这边安排吧 它肯定是在 就是资格赛之前进行 但是因为下周的赛程好像也满了 这周六日之前没有安排 所以我们再商量一下 好吧 肯定通知大家 看这边的伙计 成功地烧到了陆逊 于是诸葛亮的手里会多一张七七 没有给诸葛亮补吗 朋友 这个是 什么道理 这个是什么道理 就是不给诸葛亮补牌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打诸葛亮吗 你给诸葛亮补一个火计看一眼 是什么能烧烧不能烧算 然后庞总曹人接着揍啊 现在是说觉得不想靠火计来去输出 然后等到庞总回合铁总连环再去连路讯 然后再打吗 那其实我觉得 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对 收担错觉吗 毕竟 对对对 因为首先是说几个点 第一个点呢 你让诸葛亮这边的输出可能减少了 因为本来诸葛亮可能打出各种输出的 减少了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 就是庞总这边找到草获的提早连环的难度 跟小诸葛找到红色的火宫的难度来说 肯定是小诸葛容易 对吧 咱们容易的事弄了 因为别到时候庞总到自己回合 有别的问题发生 对吧 再加上庞总万一被乐呢 这都是 这都是有可能的情况 对 当然庞总的时候补可以 但是庞总的时候补不是说有不稳定的因素在吗 对吧 你庞总的时候补 你小诸葛火完路讯之后补了牌 你小诸葛是不是有机会 他就有机会去击杀 他就有机会去击杀 击杀 对啊 明明可以击杀他诸葛 你不说烧他 你看眼知道是什么 知己知彼总可以吧 对啊 你说你轮到庞总的回合再刷 那你又没有 你又不是像小诸葛 他可以再有后续输出就是火宫看一眼吗 庞总是自己有别的情况吗 可能只是单纯的 单纯的没有 那刚才说庞总回合刷的那位朋友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对吗 你明白为什么我在这给你讲牌了 不是你在这给我讲牌了对不对 明白就好了 好吧 选手很 什么叫智慧成就荣耀 对吧 就是你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没有智慧 对 小诸葛干干的事就叫小诸葛来干 庞总干干的事就叫庞总来干 如果小诸葛才办对了的话 现在诸葛亮可能已经求逃了 可能已经死了 都有可能 一点伤害两点伤害都是有可能完成的 都是有可能造成的 你现在没有做对 你现在诸葛亮变成凉血了 这是莫名其妙的情况 对 有关这位 第一张火鸡是火鸡陆训啊 第一张火鸡陆训就是多余的牌啊 那张牌火鸡直接把诸葛亮出去 要搞清楚 给诸葛亮 给老诸葛要发牌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为了击杀他 破空城啊 对啊 破空城为了击杀他 那你告诉我是在诸葛亮 小诸葛的回合内去 能够补他张牌合适 还是说在庞总的回合 能补诸葛亮张牌合适 那肯定是小诸葛 这局比赛 其中让我非常失望 然后就是大致同学 让我非常失望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点 我其实是觉得 那就是小诸葛火鸡陆训 然后陆训给谁补牌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疑问 对啊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是不认为这件事情需要讨论的 根本就不值得讨论那件事情 我是认为这件事情不需要讨论的 对啊 我是觉得不需要讨论的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 对吧 如果这局被反扳的话 人家有可能会被反扳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第一是 对于诸葛亮来说 凉血变得没那么危险了 第二是说冷藏这边 大桥和布链尸 慢慢会占到一些便宜 只不过说曹王呢 因为更多的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所以不会 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 太强大的火力输出打出来 不知道暖色方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在下一个回合 诸葛亮行动的时候 赶紧去火计去做 但是我现在是不知道 诸葛亮有没有黑牌 能够确保自己从 能够确保自己从 大桥的勒布斯座里出来 陆逊的解刀 暖色上一次进行有效输出 还要追溯到上上和曹人的回合 在之后的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 什么都没做 没有任何的输出打出来 有道理 观众说不是大指 是陆逊给牌 没错 说的非常对 那就是操控陆逊的毛球同学 操控陆逊的毛球同学 对 大指的火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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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发现 我才发现一个游戏的事情 老书子和凤族两个人 打起来了 为什么呢 就轮主和轮主 就是一个小梗 没什么意思 笑什么 再次的没有发给周国亮牌 不是现在发给周国亮牌 没有上一轮他医学发给他排那个了 吸力了 上一轮是最佳的机会了 就是周国亮医学的病死的一个状态 就是今天十六从广东回来了 因为十六本身去冒名 因为他之前上学之后 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是在冒名 因为他很有意思 是学电力的 属于高科技的行业 高科技的行业 从冒名回来 然后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上周末 打着广州战 上周末打完广州战之后 他从冒名回来 我们这边是 我是等于周一周二 我一二周几过来的 我一二周二过来的 假如不是 所以我周二过来的时候 前天的 对 他不在 然后过来之后 我们聊天 说这两天打怎么样 我说还行 但是一道气候赛 大家老饭包 出了特别好多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 无双那边使的那个 李如和王姬 对吧 就莫名其妙 然后我说连个焚城 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什么 然后你是不是 也跟他说了 这个刘备 然后石楼跟我叨了 说你不能老这样 老能说人选手不对呢 我说这确实是不对 你看 现在我相信 我们石楼 因为是在导播间 看我们的比赛 我不知道这两个 这两个火迹 就是这两个小猪狗 火迹陆迅 他是怎么看的 反正从我看来 就很神奇 神奇 就从我看来很神奇 我觉得无话可说 我不知道这个结束 应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再结束下去 就伤及选手的自尊了 所以我 对吧 因为他想的光 想的太不一样了 已经 已经太不一样了 我就静静地看 后面要怎么操作吧 其实最后 暖色方可能依然能赢 可能依然能赢 依然也有机会 杀掉苏格亮 但是对错之间是有明确的一个东西的 对吧 有些事情没有对错之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没有对错之分 说我们现在这个局面 如果我打主攻 我比较困难 不容易打死 但是打死我就赢了 打忠臣比较容易 但是打死忠臣 还得反推主 只能获得优势 那应该打主还是打中 这个战术的设定上面 是有选择的 说我现在拼一波 有四成几率能打死对方 稳一波 可能有五成几率能接着稳下来 那应该打稳还是打几进 这个都可以选择 对吧 看选手当时的判断 看这个队伍的风格 看所有这些东西 但有些东西是没有选择的 对吧 是没有选择的 说你手里有四个桃 自己队友是一个15张牌的 一写的陆训 这个陆训被人杀了一刀 现在逼死球桃 你手里四个桃 救不救这个队友 这个没有选择 这个一定是救 但是你选择没救 那这就是 对吧 不可思议且不可理解的失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就接近于 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失误了 对吧 我是惊讶于这个座量 这么长时间以来 两轮里面 我觉得 这两轮加一块 诸葛量受到五点输出 不算很多 但是能接受 就中规中矩 被打五点 然后看冷蔡王 冷蔡王多少桃 我其实觉得这诸葛两人 就已经死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诸葛的 两人只爱了一点输出 狗到现在 对吗 这一点输出 现在没什么大事 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 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 对 因为还是那个逻辑 我说整个军争环境 对于空城的诸葛 都是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存在 整个的空城环境 对于诸葛量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存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个诸葛量可以 对吧 活得如此之潇洒 活得如此之安逸 活得如此开心 就像一个朝阳中的小兔子一样 迎着风在奔跑 迎风奔跑 什么是方向来 迎风奔跑 自由是方向 现在诸葛量 刚才五五分拿了个闪 对吗 因为想着五五分 他拿闪是能够逃脱 曹人磨爪的一个好方式 但这张闪自己是出不去的 所以现在能够猜到 诸葛量的手牌 大概率是一张闪 但是对于陆续人来说 能杀还是要杀一条诸葛 因为 因为你如果不杀他这张闪 他就愿意到这张闪 你只有杀了他这张牌 他才会把这张闪去掉 然后你再破他空城 用别的方式来打他 对吧 这乐还是体验过了 你看冰眼 冰眼已经伤心失望 对 但是我不知道 能不能明白 他知不知道 其实小诸葛路逊什么 这才是这局的关键 对吧 这个乐不思主过不过这事 它是小事 它是小事 对 因为你们现在打的这些 因为你们现在打的这些战斗 好像都是 但我想象中是不存在的战斗 因为他在这之前 诸葛量应该已经死了 诸葛量应该已经死了 可能不伤心的 伤心失望的是这样 他想说凭什么我们过不了乐 凭什么你们老过乐 对不对 那这边可热闹了 因为小诸葛如果中兵的话 他没有牌 没有牌就没法有无懈可击 没有黑牌看不破 没有黑牌看不破 那旁总可能还要中乐 旁总如果中乐 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发生 但是也不用太慌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庞统还第一条命 对吧 还是第一条命 但是他伤心的地方可能是什么 第一 几方里面不一定有很多逃 去救小诸葛 第二 他这冠石斧 好不容易赶上诸葛量有牌 前边每一次他动的时候 诸葛量都没牌 唯独这次有牌 好 现在冠石斧没了 对吧 现在冠石斧没了 而且在这个牌局下 在这个牌局下 庞统的冠石斧 在第二 他是第二个行动人 他挂上之后 所有的输出算在一起 只对小诸葛打出了一点输出 这是一个笑话 这就是一个笑话 好吧 这就是一个笑话 陶仁这边其实每回合给大家发牌 发的也不少 论牌差 双方 不敢说哪一方 我更就特别巨大的优势 特别巨大的优势 反正我是觉得 暖色他是错过了很多机会 至少两文都是 尤其在第一轮的时候 小 不对 是第二轮开始的时候 老诸葛的那个血线 就医血 空城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完全 当然有不排除 就冷色房 肯定是有逃着这种事情 但是是完全可以 让他冰死求逃的 就是陆逊发牌给诸葛 然后小诸葛再去看一眼 这个八卦不要判了 我觉得 判了 我觉得还是得判吧 因为就明显是黑嘛 对吧 明显是黑嘛 所以你对于陆逊来说 你是希望摸到一张黑牌呢 还是摸到别的 有可能黑白剧 你会有帮助 这个陆逊依然没有去杀诸葛亮 可能是期待着到 小诸葛还活着的话 如果小诸葛还活着的话 可以通过火计去 给诸葛亮造成伤害 给诸葛亮造成伤害 这边大乔也是 先贴乐过张牌 因为这种情况 因为乐普神贴乐出去 是有过牌效果的 所以先开无中 还是先贴乐都不太关键 都不太关键 长毛长毛 杀像小诸葛 小诸葛的破盾还是不错的 在小诸葛的盾里 已经属于高质量的了 昨天那个小诸葛 一个盾在那 就没哄过 有盾没盾一个样 对吧 对 我昨晚打过 他也是 结果没哄过 有盾没盾一个样 对 我相信你肯定 还是不会给诸葛的 因为你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 根本没必要给诸葛了 有必要 你自己看现在诸葛他 有必要 其实陆讯是这样的 陆讯在上上个回合 就应该杀一条诸葛亮 哪有说弃杀 不杀诸葛亮的道理 你如果弃杀不杀诸葛亮 诸葛亮不就是一个 诸葛亮不就是一个 闪留一辈子吗 诸葛亮说 对于无论是你打统帅 还是打四次 甚至是你打身份 打国战 无论你打什么样的项目 一为一都是你最基础的基础 基础要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我这个人练武功 无论你是练太极拳 还是练猴拳 还是练什么红拳 对吧 你还是练其他的各种拳法 马步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对吧 说你练武练特好 但是不会扎马步 马步扎稳 没有用 没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也没有这种国际性的态势 咱们叫世界马步大赛 打久扎马步 看人家跑扎的稳 不会这么看 但是它们在其他方面展现出来 那面对这个诸葛亮束手无策 让这个诸葛亮可以一写葛亮特到现在 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是吸入整个队 在一一的时候如何打诸葛亮 没有概念 因为一一的时候 诸葛亮的工程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对吧 你会计算说牌队里面有一张 叫南蛮入侵 一张万箭齐发 一张水岩七军 两张决斗 是可以破诸葛的 然后你不会因为诸葛有闪就不杀他 因为你不杀他就一倍的有闪 对吧 所以把它处理掉 然后任何能够给他额外排的东西 包括雾风灯 包括你陆训的 莲营的补牌 对吧 包括其他的 其实不练师如果在你们家的话 对吧 不练师安续可以安续给小诸葛 有好多种方式 包括什么诸葛景也可以 都给破空城 你现在对破空城这件事情 其实我就感觉这个 已经绝望到去杀曹昂 不是 我就感觉陆训 好像转不过这个弯弯 这是一个选手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什么对的问题 我知道 但是起码 至少他是操控陆训的 这肯定是大家队友 可能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但起码陆训肯定也是 也自己没转过这个弯 有观众问说 那个决斗怎么破空城 那个决斗是这样的 我们先纪念一个 怎么 他说让别吹了 没事 我让你说不了话 怎么操作不了 好奇怪 那是因为平板都不能 是吗 那没事 那个决斗是这样的 决斗不是破空城 决斗是对诸葛亮有杀伤力 因为诸葛亮关心之后的话 除非有张八胜八 否则不一定能做到 老八两张牌扔出去 扔不出去的情况下 吃一张射一张闪 你杀一张他出闪 还是那什么的 所以决斗是要有威胁的牌 好吧 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不能破空城肯定的 其实新版的一一里面 破小诸葛 破诸葛亮的空城 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动作 比较困难的一个动作 对 这个孙总还真的把它禁掉 成功不了 算了吧 你看你跟小孩子一样 是啊 我就好不容易逮着个 尿你什么了 你看这个我肯定得禁了 叫我死胖子 对吧 我看看拿手机怎么处理一下 你好可爱 我得努力 我们看看这边 祝我亮还有没有气 这边祝我亮还有没有气 我这暴屁 你看已经被官方禁言 我们这边 这叫什么 叫做正义从天而降 正义从天而降 对 所以要让大家注意 就是文明发言 文明发言 对 我们再次重申 就是你请以一个友好的 商讨问题的 探讨技术的态度来发言 对吧 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反正不太欢迎 就是说话横着出来的观众的 对 但如果你非要横着出来怎么办呢 没事 你塞回去 然后你就疯了 你就出不来了 对不对 这个方案是非常OK的 对吧 这个牌局有什么可解说的 我这个工夫解说牌局不行 这个牌局有什么可解说的 你告诉我 这个牌局解说完就是一句话 短色不会 对吧 这个牌局还需要解说吗 你需要我再告诉你说 你看大桥杀了一刀 曹仁 曹仁出了一张闪 你想听这个 那抱歉 你应该买一个这种听读的软件 对吧 把声音打开就行了 对吧 然后布链师说杀 然后曹仁说闪 对吧 我们要跟你解说的事情就是这个局面下比较有意思的点 更何况我们 你要能看到关键的点 对 你要能看到关键的点 你要能看到关键的点 对 还是觉得这些人 哎呀 我问问我明天来不来日本 你说我要是能有机会去日本的话 我是不是好好吹一锅呢 那当然是不去了 对不对 不过我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迪迪跟美娅应该都过去了 迪迪跟乌云应该都过去了 我也是差点就过去了 对对对 我的身份证丢了 对对对 去不了 想着日本 想着日本应该是很好玩的 嗯 想着日本应该是很好玩的 对对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大的动漫展 嗯 因为想象着那个动漫展上是不是有各种各样 哎 好多其他的什么周边呀 然后手办呀之类的 哦 那这边还是 这边已经 已经觉得要通过自己杀自己不练师来扩牌的情况了吗 哎 通过火攻不练师这边是要把谁烫死吗 要掉一下曹仁的血 啊 曹仁这边要不行了 曹仁这边要不行了 哎 曹仁也死了 嗯 嗯 那这个局面啊 不好说我跟你说 我我我感觉还可以再狗一狗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局啊 如果暖色方还能赢回来 我觉得 我觉得天理不容 我觉得天理不容 因为就是暖色方决定胜负的失误至少俩 嗯 嗯 对吧 说嗯 双方都是很强的队伍的情况下 或者说是已经接近的情况下 那一个小失误 可能优势就没了 两个小失误可能就变劣势了 对吧 一个中等的失误可能这局就要交了 你现在是 就是 几乎是最大等级的失误 你已经犯了俩了 那这种比赛你还能赢下来 凭什么呀 对不对 你现在被打成这个样子是必然的嘛 这是 这是 对吧 当然说有没有机会 依然有机会 那我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 依然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 呃现在这边布列师的雪线 大桥的雪线 曹昂的雪线 助量的雪线都非常的低 在他们的雪线都非常低的情况下 那么什么东西是王道呢 AOE是王道 啊 AOE是王道 嗯 什么是王道 AOE是王道 啊 看看能找的南蛮 能找的万箭 哎 还是有机会 一波打出一些 呃 事情的 如果这边 终于成功的吃到了自己的桃子 啊 成功吃到桃子 然后陆迅的谦逊 对 对 现在因为只剩两个人了 所以呢 对于大桥来说 压力就会小一些 压力会小一些 因为只需要封住一个 封住一个旁统就行 对吧 陆迅那边也不是说想封就封住 而且没什么可封的 啊 嗯 再说的那个 激进一点 对吧 这一局输就输在陆续这个点上 那你你放着敌人这个打的最刺的点 你放他呆着就行了 对吧 肯定是封那个会打的啊 不要理那个不会的 就最好 这边是猜测 旁统的牌应该 因为棋手摸的这些牌嘛 哎呦 雪亮被打了一点被打了一点 这个旁统要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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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众们也说 作为职业选手 难道不知道破空城 我就念到半天了 我也很惊讶这件事情啊 我唯一能远过来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他没打过一一 他没涉及到跟空城有关的东西 就我们都很奇怪 对他就没打过一位一 他不知道一位一的空城 应该怎么破 他也没打过身份局 才不知道身份局的空城应该怎么破 对吧 这个局说难听了 就是局面一翻出来 我的第一句话 其实就是主路已经赢了 因为这局 诸葛亮实在是太可怕了 太可怜了 对不对 庞总这边挂一个古镜子 挂一个冠石斧 曹人这边嗷嗷了一下 直接诸葛亮变一血 到诸葛亮过完之后的话 小诸葛这边找一个火机入训 小诸葛空城就破了 破了之后 冠石斧接着抡他 那个小诸葛的火机还烧他 曹人的杀害杀他 这个诸葛亮应该是两轮就死了 诸葛亮 现在打到第六轮 而且现在是那边要输了 就是 莫名有奇妙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完全不理解 对标波注尸葛亮什么可不会用的 没有什么可不会用的 对吧 说我先要拿了简易码 接着去上方总 方总应该是要悬了 方总应该是悬了 但是陆续里面 好 各位观众 这是一局正义的比赛 这局比赛的结果 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恭喜GC获得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 这场比赛打成这个样子 对吧 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这局稳稳的 应该是西竹录影 对 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非常抱歉 让您看到了一局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们 所标榜的这个水平的比赛 因为我们所标榜的 应该是 在您能看到的比赛当中 是最顶级的赛事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选手 对 而且还是在常规赛中 不是一个普通玩家 在常规赛排名还比较不错的一个队伍 对吧 他常规赛排名第四 而且 对 这还是季后赛 还是生死之战 这个东西没有说说 我们就是随便比会一下 然后就算了 对吧 还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还面临的不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不是 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揪到这个点不放一直在说 而是就是一个这个点 所以导致他们明明就是可以很轻松 就赢下来的比赛 比如说这场比赛进行的好像有20多分钟吧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完全10分钟 甚至根本就要不了10分钟就可以解决的比赛 嗯 对吧 因为冷色方不一定桃子那么充足 有可能还一个都没有 当然也有可能有很多 但是如果 我觉得他们不会不知道 正常选择怎么会不知道陆迅你完全有办法去破这个空城啊 不知道 我理解不了 就是我 我一直在琢磨半天 我说到底会是什么原因 对吧 到底会是什么原因 对吧 开始还有观众说 那个就是说我啊 说我这打的不对 嗯 对吧 你不懂 你这个对吧 思路不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旁统那个点 旁统那个点 它会去铁锁去连 嗯 你看见铁锁了吗 你知道比赛都应该做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啊 你只张嘴就来而已 对吧 不是 他可能很多很多 怎么说呢 很多观众呢 他就是觉得有什么 可能他会对解说 尤其是对你比较苛刻 他会觉得 没有什么苛刻的 对就是 他觉得 我告诉你我说的东西99%都是对的 对啊 太诚心了朋友 这一点是肯定的 对我说大部分都是对的 如果你发现 我是刚刚觉得有一条弹幕特别搞笑 就是 是说 说 知道吗 我说那个说什么 说 他可以到庞统回合再刷 我说 我就在想 对 难道你是为了刷陆训 而去刷陆训的吗 当然你刷陆训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你本局比赛 你要获得胜利的条件 那就是老诸葛死掉了 那你刷陆训肯定是为了破塌空城 然后去火攻他 再看 如果火攻中不了 就比如说亮的花子 小诸葛没有 那算了 那我们到庞统回合再看 对吧 对特别简单 对啊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比如你觉得你想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 对 你透出身份证看一眼 如果你不是影子 你不是火树 你不是菜刀 你不是村长 你不是城子 你不是冰封 你不是逃跑 然后你不是什么那个 你不是浮光 你不是飞机带火箭 你不是老鱼 反正总论你不是那些人的话 大概率可能是有90%概率可能是你错了 可能是我对了 好吧 如果你是的话大概率是你对 大概是我错 好吧 咱们抽奖环节 这个环节特别有意思 第一次呈现给大家这样的抽奖 第一次抽奖这样的抽奖 大家准备看 这个是这样的 从下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之后我来比划 大家来猜 我比划东西到底是什么 注意了啊 好 然后有美牙的给我裁判 因为我把打影子写在这了 他能看见 好吧 大家准备好啊 这个东西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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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好了啊 321开始 好 答案结束 要提示什么吗 我觉得不需要提示吧 不需要 我觉得我才挺好的 猴子 四个字吧 虎鹤双形 你看看野怪军团的木 啊 橙子你回答实了 那个叫木童吗 那个字 木童啊 那个叫童是吧 恭喜野怪军团木童 成功答对 虎鹤双形 橙子原来一直在潜伏在我们直播间啊 他一直 他潜伏了很长时间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你知道吗 对吧 幸亏刚才我说的那一圈名单里面有他 要不然他肯定起了 不要说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 对吧 幸亏你这一圈名字里面提到了 提到了橙子啊 回到了橙子 对对对啊 那就恭喜野怪军团的 恭喜这个军团 对对对啊 然后回头吧 回头我们采访一下 橙子老师对于这一波的 穿一场比较不知道是不是能看到尾了 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我们中场今天休息 然后呢 我们带来后面的两场或者三场比赛 对 是的好 那我们稍后回来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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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时间了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三国沙圈内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吧 三国沙王者之战城市赛火热进行中 北京 西安 长沙 南京 武汉 广州六大城市火热开战 由两起公众微信号开启 同时两起黑电正在营业 扫描二维码就能通关进入 快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做手 随着第六届天梯台卫赛的开启 全新的名人堂系统也即将上线 台卫一起开启来 下面请看你问我大环节 本节目的第一个问题 来自高傲的大哥提问 我总听身边的小弟说什么有两起 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有两起其实是一个外来词 有两起 意思是让你多开包 多买皮肤 坚持信仰 世界和平 下一个问题 来自陆讯联营天下第一提问 每次我跟刘峰决斗的时候 那个逆怎么出不了杀啊 是bug吧 哎 兄弟 以后再说这种问题是从自己的 身上找原因 OK 呃 刘峰技能中关于逆的描述是 每当其他角色需要对你使用一张杀的时候 使用是有目标的 而南蛮和决斗这种呢 叫做打出傻 小孩比如说我打出了一记重拳吧 哇咔 自在极异孙悟空提问 王毅的角色一彩 跟鼠相的青五花竹这两个传说皮肤我都好喜欢 推荐优先买哪个啊 那当然是斗买啊 打不了 我看了一个小小做自己镜头啊 对 你看啊 孙上香小姐姐 她的名领子怎么在哪 王毅小姐姐 王毅小姐姐就更厉害了 她躺着 上天 来自北方的狼提问 断肠了之后技能会马上消失吗 我上次看到一个元朗文丑 杀死了独菜断肠之后 还能疯狂的决斗 状态技能呢 是不会随着断肠而消失的 比如说 新SP貂蝉 离婚了某男性角色之后 杀死了蔡文基 如果 这个男性角色没有死的话 那么你仍然要触发离婚的后续效果 要不要太久 问题五 来自回音哥提问 你三国沙生涯中 最极致的一科是什么时候啊 大概是我左辞 反对华山元少要授权场的时候 反对队友不相信我 怕我是内蒙 跟着我就做了一件非常有说服力的事情 他们就都乖乖地把人头送我了 然后就顺利把主公一波了嘛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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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我的多了真名好笨 好 折了 收三张牌 厉害 轻开了 折开了 折开了 活了 活了 重铸一个远跤进攻 是吧 哇 打死了 你看我 对不对 哇 要断了 要断了 我们要回忆一下这些第一集 我记得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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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人家 上次你们联动 你们没有抓住机会 这次换成人家联动了 对吧 看看人家 是不是会 怎么猜你们的四号位 对吧 上一次是 你们猜人家四号位 然后没有猜成功 对吧 这次看看人家怎么猜 你们四号位 我觉得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了 东边不亮西边亮 对吧 许你们打人家 就许人家打你们 这边一号位的王姬 四号位是个越近 四号位越近的话 最好别是主公 如果是主公的话 应该会 就很惨 嗯 应该会非常悬 对 应该会非常悬 因为二号位这边大桥 比如 给大家乐一下四号位 然后 其实是这样 就是如果三号位是大桥 会比二号位大桥好很多 因为三号位大桥 必要的时候可以当桥使 大桥大桥吧 就是一个大的桥梁 于是他作为一个桥 大在这儿这边杀一刀 这边流离过去 然后打一下伤害什么的 效果会更好 效果会更好 对 看见下来说应该是财导来 我们直播间了 财导你来的真是时候 你错过了一个特别逗的排局 特别逗的排局 这边是大桥和孙策 这个孙策如果是主公的话 不很有趣 如果不是的话也没关系 但是大桥孙策作为少数的 少数的这种几对夫妻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比如刘备月英 刘备 刘备 诸葛亮黄月英 包括什么张春华司马仪 包括什么 朱荣和孟霍 他多多少少之间 他互相都是有一些联系 不一定是正面的 不一定是正面的 对吧 比如说诸葛亮 比如说张春华跟司马仪 就是反向的 这是一个克制关系 对 对吧 小诸葛跟月英 他也是克制关系 唯独大桥跟孙策之间 几乎就没有什么关系 他其实主要 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他其实仔细看这个圆画 能看到 你们看大桥手上是拿着一把剑 一把剑 然后剑柄是圆形的 仔细看孙策后面背的就是这把剑 这在圆画中是交相呼应的 你在克服CP吗 这家本身就是一对 那我知道 对啊 那我是说你在克服CP吗 这感觉 这是原画中的一些细节 对吧 因为这两张画都是一个人画的 对吧 甚至老是我们怀疑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凯克是非常喜欢孙策的 所以他这个孙策 其实可能就是照着镜子画 自己长出那个样子 让他可以把孙策往这个画面画 其实我觉得孙策 这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挺帅的 这孙策所有的皮肤里面 只喜欢没有替换过的实施皮肤 现在替换了就不怎么样 你之前如果买过有一个 就是在凤火铃山出完之后的话 就我们出了一个画册 就是凯克这边那个原画的画册的话 你会看到里面自己凯克给自己画的画像 也是比他自己本人要更精细一些 更文静一些的 也很有趣 那话说凯克两天不在这个公式 我们就没介绍他 每次来的话他都能见他一面 我们看看这边跃进不是主攻很不错 那这边主攻在哪 在诸葛亮这个位置上 暖色方大桥跃进曹冲 好消息是加基位的曹冲应该不是太危险 加基位的曹冲应该不是太危险 对 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讲过一个小细节 就是当初我们在测试孙策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山包 孙策是山包里面出来的 然后山包的话也是要做测试 测试 然后测试的时候是牌 它肯定不是印好的牌 它是拿一个牌套 然后里面装上一张牌 再装上一个打印好的彩色的模拟的牌 当然下面也有一个技能 这样需要调整的话 就把重新打那张就行 然后那张孙策 因为那时候画还没有画出来 所以孙策使得不是孙策 使得是一个高达的一个形象 可能是其他游戏里面孙策的形象 然后它的称号叫江东的学习机 江东的学习机 江东的学习机 对对对 因为小霸王学习机 所以叫江东的学习机 然后我们有时候反着念 就是江东的小霸王 我们有时候会倒着念 叫王八小的东江 王八小的东江 也非常有意思 这边孙策骑手一把弩 但是出的是黑鲨 跃进的心 一下就穿回来的这个 把新右哥砸去里了 说你要出红鲨 我吓一跳 你要出黑鲨 这事还能聊 于是果然孙策只出了三张鲨 只出了两张鲨 所以跃进这边 因为有小猪狗在 所以这个大桥应该是不太 能够真正乐住跃进的 对 这个孙策真的不错 这个孙策现在正正仅仅是五技能的孙策 对吧 正正仅仅仅是五技能的孙策 因为确实是一个主工位 而且对主工位 确实是个主工位 所以能做更多的事情 这边的冷色方会不会就针对孙策这个点 玩的命的去输出呢 我们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想象着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吧 应该说 因为这边跃进离线了 这边跃进离线了 这个离线就很尴尬 关键时刻离线了 这个离线还是 然后又火速连上来了 我觉得挺尴尬的 火速离线火速连上 那果然难道说今天 对吧 各个方面都对西周路不是特别有利吗 这边张国拆桥想去拆掉小猪狗手里的黑色牌 然后让他的勒布斯主一定会命中 然后成玉杀了一道跃进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说有大桥 然后孙策和成玉 三个点去 三个点去加击一个跃进的话 这个跃进估计离死应该是不远了 其实成玉可能要扶一张无蟹 如果一定要保小猪狗重的话 其实现在我觉得成玉扶一张无蟹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然正常来说还是先扶杀 优先扶杀 优先扶杀 成玉的扶兵 大家如果觉得只是普通的扛一张杀 可能觉得没那么厉害 但是当冲杀那个人 对吧 他如果是 举个例子 如果是比如戒马超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张杀 能够扶兵扛掉这张杀还是很关键的 然后当这个人如果是 比如说流氓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冲阵赵云 就是三血的群雄赵云的话 你会觉得有一种大罪得赦的感觉 所以扶兵这个技能扶杀还是有很强的水平的 那很强的水平的 这边设伏的 这边设伏的好像确实是一张无险可击 但是这张无险可击 它在设伏最开始的想法中 可能只是为了保证诸葛亮一定能中乐 然后后来的话觉得后面已经可能不太有别的地方需要运到 就这么去操作了 因为诸葛亮这张无险只要没有浇完 诸葛亮可能大率三张块都是红的 待会大桥如果去贴一张月金的话 那月金这边还是过不去 甚至于说月金可能已经是一个死人 也说不定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下 对冷色方已经很不利了 GC难道要连班两局吗 有机会要 看这样子的话是有机会的 大桥树种青瑶 本王鸡 缺一个距离 还是缺一个距离 所以如果换过来就特别好 而且大桥这边要看看有没有红砂可以拼给身侧 这边的国策已经是人 都直接国策出口量了 已经不理越尽了 可能输于两个角度考虑 第一叫做 你待会万一再离线呢 对吧 然后你可能自己行动也干不了什么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们不打算去理解一个死人 我们不打算去国策一个死人 对我们不打算去国策一个死人 然后有观众问半个城子是主国半个城子吗 看吧 反正就是月薰量它本来是一个城子 然后也要批两半 有一半来给我们当房管 然后另外一半去做直播 但那可能是同样的一个城子 对吧 它早就不是城子了 你要知道它在上次杭州抓年华的时候 不是因为摔绑子摔脱臼吗 我们做真人秀节目摔脱臼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都说它是什么 半个城子从此消失了 是半个橘子 是吧 因为摔小一块是吧 对 那已经没有别人撇的就好 果然这个月进死了 对吧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说为什么不去乐这个月进 因为我们不想去乐一个死人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 我为什么要去乐你呢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把火力拿到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这个地方 对吧 那其实GC这局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因为月进一倒下的话就是大桥孙策加成玉的一个暖色的三连洞 所以就对冷色方的小诸葛的话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这局比赛好像貌似 虽然越近的回合 因为离线有一点小问题 但是大概率可能不是导致全盘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能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主要原因的话呢 还是说暖色方这边的配合还是比较凶残一些 然后大桥孙策还是打到了该较的输出 同时呢成玉浮的一些牌 效果也不错 这边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的 将战局拉到了2比1 我们之前讲过这种局面呢 刚才上场比赛叫什么 叫天王山之战 天王山之战 但是呢这局还是恭喜GC拿下来了 恭喜GC 然后又把 也就是目前的比分是2比1 那看他们是不是有希望能够第三局能够再赢一下比赛呢 刚好是说Beth 不是Beth的是西直路 西直路 西直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然后把他们接下来的一局比赛再办回去 对第4局 是的 我们先把这块擦了啊 这块不能让大家看见 因为这是明天我们要去画的一幅画 明天我们有三幅画要画 对吧 这个都是约好的 所以他把这板拿现在拿过来 擦完了拿过来 然后给大家画幅画 这幅画 答案 答案你知道啊 我们开始不是说了吗 你还问这东西怎么能画 我这东西肯定能画啊 没有 没有 有 你就告诉我到这里 不是 第一个那个 我给你写着吧 好 看着啊 我看能不能分 不是啊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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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明白了啊 好 那我们先准备一块画了啊 这个题是这样的 这个题很抽象 但是呢我觉得 猜对这套题的观众 你应该给自己一个奖励 好吧 给自己买个冰灵吃什么的 半个橘子不要调戏我 就非常好 就非常好啊 来我们准备一块画了啊 大家注意看啊 嗯 这个挂完了 大家肯定不知道试什么 没关系 我们来 加少一些 东西啊 你这个脑洞真的是 我直接看这边吧 看这边好一点 三个橙子 真的是恐怖 这边都没把腿啊 把腿画上 嗯 嗯 我要开始看有没有 三个橙子 三个橘子 不对 嗯 目前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我突然觉得昨天美牙的潘金莲画的挺好 是吗 好 我们画完了啊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画的 你们一下子看出来了 来 我们这个答案 题目已经画完了 大家来猜测吧 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目前还没有 没有能够 有观众问明天直播什么啊 七体问的 明天是那个卖东西 知道明天我要以特殊的形象 很很特殊的形象出现 对 装扮对 没错没错没错 没有见过美牙裸衣直播吧 明天里面见不着啊 大家目前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没有正确答案啊 没有正确答案 对 要想象一下这个递进的关系 先是这样 然后 最后 对吧 最后 木猴而观 木猴而观 走向人生巅峰 有点像 有点像 哇你们是 你们你们是不是突然觉得 我昨天画的那个潘金莲就通俗易懂 嗯 是不是 我们给个提示啊 我们给个提示 六个字 好吧 六个字 六个字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所以猜什么四个字的成语 什么就算了 好吧 那 猜四个字成语就算了 对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 就是重点的画一下东西啊 大家要想的问题是说什么呢 你看弹幕 你看弹幕 你不要看我这个 对 恭喜野怪兴团 木童 哎 木童你看 有个道理 是的 还是智慧成就荣耀 是的啊 猜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好的 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还是智慧成就荣耀 就是你看他满头问号 然后哎 突然有了一些小智慧 对 好像有什么小想法 然后就成就了一个荣耀 王冠啊 这是一个王冠 智慧成就荣耀 好吧 宏家你这肚子有点飘 挺好的 我觉得 对吧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冬季赛已经快结束了 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 大家记住我们的slogan 对吧 我们的slogan是什么 叫智慧成就荣耀 智慧成就荣耀 虽然我们给大家展示比赛 有时候没有那么智慧 但没关系啊 智慧还是能够承受荣耀的 嗯 没说这是成语啊 没有说这是成语 我们只是猜题而已 对吧 我们这个就你不能看大家都出成语 然后就觉得这是成语 对吧 不是的不是的啊 我们这个就是 猜个题 猜个题 那答案是智慧成就荣耀 十六 十六现在在忙 他说宏家我加群十六不理我 你找你行吗 找我不行 还是得找十六 但是因为十六现在在忙 等我们这个网站的比赛结束之后 总之奖是会发的 你们别急 嗯 好吧 我们的答案是智慧成就 对你们看这个右下角 北伐军十六可以开始了 十六就是 现在又在操控着这个后台啊 然后 然后我们的摄像头啊等等 包括也在跟选手联络很忙的 目前是估计是希望能够理解一下 可能没什么时间 嗯 北伐军嘛 北伐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小 应该是个工会之类的 对吧 包括这首歌吧 不然你听过没有 马蹄难鬼人呗 我看比赛 我看比赛 你有听过这个吗 我看比赛 有观众说知识决定命运 你觉得也对 你高兴就好 好吧 你高兴就好 哇我喜欢最近最近偏爱的一个将 太好了 就是那个皮皮虾 对吧 是的 我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打心问也是 就最近就特别喜欢看的 四四也是 马蹄难去人北望是吧 这种掉线的什么的 能不能要求重赛不能的 因为所有参赛选手在他比赛之前 官方这边都有跟他们沟通过 你们的设备啊或者等等 是肯定要求你们自己能够 就是有保证的 如果一旦因为你们个人的问题 呃 发生了一些什么掉线啊 或者说是呃 就是非非官方的那些 小故障的话 那这些比赛的后果是由你们自己去承担的 我记得之前夏季赛的时候 好像就是六郎和甘晓宁的一场 三三的比赛 统赛统赛比赛 不就是甘晓宁突然掉线了吗 对应该不是跟六郎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是跟六郎 不是我们不是说说是六郎卖给他的手机吗 不就是跟六郎 那是夏季赛 夏季赛 我说的就是夏季赛 冬季赛的时候好像是 对 那个甘晓宁又掉过一次线 对 然后我们这边 冬季赛又掉过一次是吧 对对对 然后也是申诉了一下 然后最终被驳回 也是因为这边技术人员检测 然后问题不出现在服务器上面 对 就是所以呢 还是他这边个人网络的问题 对吧 对 那这个问题是很尴尬 对吧 因为我还是那个逻辑 就是说三国叉这款游戏 对于这个网络是要求比较苛刻的 对 它中间有任何的闪断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在两个地方打游戏 一个是公司 一个是网吧 尤其是比赛 对吧 但是如果说我对我们家的网特别有把握 也可以 也可以 当然也好 对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 就是其实主要是说看你家网 是不是那种专线 对吧 比如像个华小线就不推荐了 那个网非常容易断 非常容易断 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之前有一段直播的时候断 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 应该是夏季赛的时候 后来贝比无奈重新装了个新网 公司打游戏 你妈呀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就是打游戏的呀 对啊 我我跟你们说 刚开始我来优卡的时候 做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 白天在公司的时候就是长行打游戏 对啊 就是不是到你那样很轻松的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就是 嗯 反正就是光明正大打游戏啊 对啊 想当初我刚进优卡的时候 就算10年了 10年的时候是这个副总的助理 然后这个今天上班 到中午的时候 这个副总裁来公司 然后看见我第一句话是这样问的 他说 那个 那个 电脑 电脑领了吗 我领了 好打游戏吧 行打游戏吧 三伙优卡装了吗 说装了 三伙优卡装了 那说那个 那打吧 反正也没事的 然后就打到一天 然后慢慢开始协助测试 然后开始转向了那个 就是跟技术有点关系的什么这样 哦对了 摄像头呢 对 那个选手的摄像头呢 对 对 他就忘了切了 对 HV冲冲 没戴口罩 露出了更多的那个面 面部 面部的其他面积 对吧 面积稍微大了一点 对对对 可以给大家说 多充钱 多充钱的话终于把手放下来 估计不一定成功 不一定成功 嗯 我们还是就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理解吧 就是有些比较腼腆吧 小姑娘说 哎我还是希望 油爆琵琶半遮面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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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第一轮是不是快 没有 刚才第三个人动 我们还是说聊点别的呢 行行行 那棋手张三严没有把看泽打死的 然后看泽这边呢 跟庞统还是有一波配合 双方其实各有一个能发牌的武将 这边是流血这边是看泽 但是区别是什么 就是看泽相对来说 自己的压力会大一些 就是被打的这种压力会大一些 但是整体从上面来看 暖色方好像还算比较优 暖泽方现在比较优 那暖泽方重点的看的是 流血这一波给张飞 然后张飞能不能 冰河一出像哪一家 再拿最后一大波输出打出一个良好的效果 良好的效果 当然目标的话呢 暂定应该是华佗 暂定应该是华佗 而流峰这边是一个九沙奔了看泽 然后看泽命中了 看泽命中了 然后继续的两个战决都奔张飞 所以现在留给暖色方几个选择 A把张飞乐住 B把张飞弄死 C可能只剩这个 给张三爷跪下了我觉得 好吧 我刚看错了 我把那个流血的ID西竹路大指看成了西竹路大佬 我只有台头一瞬间 怎么突然来了西竹路大佬 这一局比赛啊 其实很难说 其实很难说 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目前看来 目前看来 冷色方 刘协跟张飞这一波充满希望 但是这一波 如果打不出需要的效果的话 可能日子就不好过了 但是我觉得冲冲的排序上 是不是还是有 就还是有可以再优化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 因为对方还是有无限的存在嘛 然后你借古琴刀这个动作 又非常关键 对于你们 对于这个灵统来说的话 所以是不是要考虑 就是先把所有的装备该换都换掉 尽可能多的去拆掉对方的牌 然后去借古琴刀 因为真的借到古琴刀的话 效果还是很好的 效果还真的非常好 那我们也看完了说 暖色方这一波 通过看泽把牌给到灵统 然后由灵统 完成了底方需要的输出 同时也确实是把刘峰打到了一个比较差的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刘邪跟张飞之间的配合了 刘邪张飞这一波牌给完之后 那张飞的这波爆发 将会决定后面的大的走势 大的走势 刘邪四张牌 张飞有五张牌 这一张杀 杀华陀我觉得 看情况吧 如果杀中了是很好的 杀不中的话就不好 就废话 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因为你多出一张杀这件事情 对张飞这的时候不要事 说如果你流邪是给关羽了 那流邪杀一刀 关羽杀一刀 这是两刀 但是你流邪杀一刀 张飞杀一刀 跟张飞杀两刀是一样的 所以不存在额外出杀的一个效果 那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追求的是压低华陀血线 你如果没有压低华陀血线 那么抱歉 你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就没有赚到 如果没有赚到的话 那就是赔 能明白 如果没有赚到就是赔 因为你给了华陀一个在下回合 因为下回合 比如华陀现在过完了 没有贴乐 没有什么状态的话 那华陀只剩两张牌 只剩两张牌过掉 那如果华陀只剩两张牌过掉的话 华陀只剩两张牌过掉的话 那你张飞面临的杀 跟你说把它额外张牌处理掉的杀 还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看到这回经过灵统的 经过灵统的处理之后 那张飞的状态还是被限制了一下 还是被限制了一下 但是待会儿的一个叫什么 替身 对吧 能摸三张牌 加上自己会开始摸两张牌 三加二 五张牌 五张牌加上四张牌 九张牌 九张牌 笨画图 九张牌里面有四张杀是合理的 有五张杀就更好 其实我觉得杀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张飞的牌里被扔了好多桃 桃子被扔掉的话 对吧很多关键牌没有被扔掉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要笨画图去打 这边决斗直接问皮皮虾了 直接问皮皮虾 这个决斗被还了一手 被还了一手 因为他觉得是这样的 我可能打不死画图 我能让你多出一张杀 我可能打不死你画图 但是我可以打得死你皮皮虾 为什么 因为你画图还有三个人写 你皮皮虾只有一格写了 我只需要再刹两刀 把你画图手里的剩的牌给处理掉 对 是的 画图现在应该还有两个桃 当然也有可能不到俩 也可能就没有 你的意思就是想表达最多两个 最有可能 最多两个 最少什么都没有 现在是这一个 这边已经出了真桃了 万箭齐花 这张万箭齐花的话 应该已经是最后的 应该已经是最后的输出所断 因为这张万箭齐花导致的结果 是在四马鱼的一点会溃你张牌 不到四马鱼的一点是几的 四马鱼不会溃 四马鱼不会溃 那应该是最后一张了 那应该是最后的输出了 因为这个万箭齐花有可能会 让你们几方的流程倒下 张飞里边没法救 那我觉得流程大概率是要倒了 流程倒下 但是看则没倒下 流程倒下 但是看则没倒下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局面其实 还有一张杀太好了 还有一张杀的话 那还有机会杀掉 因为杀掉之后的话 如果能够收到更多的牌 还能有继续的火力的话 这个火力是可以去奔着大桥这个点来打的 我突然感觉 你这么多输出 如果考虑去刷话筒会不会好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看则手里那张杀是没杀 你出决斗看则了之后 那看则就是还手了出了杀 然后张飞也耗了一张杀 但是华佗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手牌 你如果把这些输出全打华佗身上 不可能打华佗 因为华佗三血看则一血 你打华佗就代表着你要相对于打看则多消耗两张 但是我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华佗他是没杀的 那不一样 那只要他们没有陶子的话 那就其实华佗死了 不会的 你算错了 我再说我给你算一遍 特别简单啊 华佗三血看则一血 对吧 华佗三血看则一血 打看则五刀看则死不了 打华佗五刀 华佗一样死不了 对不对 如果他决斗的是华佗 华佗没杀他是打华佗六刀 不是五刀 对 你打华佗六刀 华佗比看刀多两血 哦 换句话说 你如果打死看则 需要用五刀 需要用五刀的话 打死划佗需要用七刀 因为多两个血 哦 好吧 对吧 反正 实际上你只多一张决斗 一张决斗还不是特别有保障 对 反正就是现在又到了这个 就是反正皮鱼虾也是没死 挺遗憾的 嗯 嗯 那个决斗确实不太不太好 嗯 那个决斗确实不太好 对 但是方向还是要 方向还是要打皮皮鱼虾 好吧 嗯 对决斗是不对的 就决斗决斗的方向是不对的 是这个逻辑 但是说 击杀的目标还是要击杀皮鱼虾 因为皮鱼虾要动了 因为皮皮鱼一血 话说三血 是一血将容易打死 还是三血将容易打死 答案是一血将容易打死 如果你打不死一血将 你肯定打不死三血将 在华佗保护的情况下 对吧 这边四大仪也是通过杀流鞋 强行的尝试过一下牌 然后看泽和华佗 其实各有各的危险吧 但是想起来的话 还是觉得冷藏方不太好 去应对后面的战斗 嗯 依然想得自己先杀一刀 然后给他张飞 还是要拼华佗吗 还是要去拼看泽 还是想得拼了华佗 其实我觉得拼华佗最大的问题是说 你用张飞有用的牌去拼华佗 可能不太有用的牌 当然拼赢了固然很好 拼赢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的话 华佗这边如果没法回血线 即使扔了古镜刀去拆 张飞的牌 那华佗也只有能留一张牌的余地 拆掉了司法佗的桃子 嗯 那个桃子不太值钱 因为刘臣 自从刘峰死了以后 自从刘臣死了以后 那个桃的东西就不值钱了 因为没有谁需要去救了 我都在思考 火攻一下司马仪 觉得 看一眼 啊 红桃 如果把你打中还是能接受去 去让司马仪溃一张牌的 因为张飞毕竟被勒住了很关键 没有 红桃 司马仪亮出来的那个是红桃 天过乐 不要天过乐了 就是强过乐 这边强过乐 一张杀 选择还是杀华佗 嗯 其实我呢 觉得这张杀应该选择杀看泽 先杀一道华佗 尝尝鲜淡吧 我感觉 嗯 因为如果看泽 对 看他的杀的数量 我觉得你接下来应该杀看泽了 就 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看泽牌是闪 就是之前之前已经那什么的话 又不知道之前看泽牌有没有禀过啊 这个这个已经太遥远了 就记不住了 对 就是如果看泽牌是闪的话 那杀华佗是对的 如果看泽牌不是闪的话 或者说你不好判断是什么的话 可以考虑查看泽 哦 这个勒布斯数 不错了 我觉得这局 哎 这个牌我看一下啊 拿一张杀的话 这边是应该有能力把所有的 红牌处理掉 对 我们其实说一个小事情 就是 你有一张五封灯 然后 你有一张勒布斯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已经贴了勒布斯数 通常来说 你可能不太应该放五封灯 或者说 如果两张牌你多打很粗的话 一般是先放五封灯 后放勒布斯数 可能会更合理 可能会更合理 对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确实 这边 这边流鞋 你拿家一码是几个意思 你们 你们家是有司马仪的 你们家是有司马仪的朋友 你拿闪电是要人命的 这次怎么会拿个 怎么会拿个J马呢 这个 可能他在吃东西 只能这么解释 没看到大纸在吃东西吗 对 这个选手能不能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比赛上面 对吧 不要放在食物上面 人家说 人家说跟我一样 没吃晚饭饿了 那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不 我其实觉得这些事情是不需要写的选手则 人家写很多 不许吃东西 不许抽烟 然后不许只睁一只眼 然后不许戴奇怪的帽子 然后不许画成大花脸 然后不许一边打比赛一边洗澡 不许一边打比赛一边洗脚 对吧 那我就 很奇怪的那个选手 刚才那张闪电呢 它反正是小事 反正是小事 因为这边现在看泽有一张诬陷可击 是刚才误会不能拿的 所以呢 我们明确的知道大学这张乐不思数肯定能出来 肯定能出来 这边应该是只有一张诬陷可击 在大小手里边 这边是要通过看泽的无中生友 然后打一波输输去反压了 拆掉这张乐不思数 拆掉这张乐不思数 现在变成三大三的局面 三大三的局面下 不好说哪边有优势啊 因为冷册方是豁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豁出了自己所有的牌 才击杀了华佛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我更觉得刘邪的那张闪电弥足珍贵 刘邪的闪电弥足珍贵 因为你如果有闪电挂在这儿呢 是完全有机会披掉大桥的 对 这个要看泽的那个宽视宽给谁啊 这个宽视的目标还是很重要的 对 对 这个双方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状态了 斗智斗勇的状态 现在刘邪的手牌是张明的迪路马 草获五的江义马 司马仪 需要留下红槽 如果有的话 保证刘邪能过乐 如果刘邪过不了乐 反正稍微惨一些 选择杀了一刀灵筒 刘思蜀 直接就是红槽的麒麟弓 不需要司马仪去改 非常的顺利 直接就天国 是的 那这边的话刘邪可能要考虑把牌给到张飞 然后去拼灵筒 因为灵筒这个点 看似要被击杀了 看似要被击杀 而如果是一张草花五的江义马 肯定是不太够 看看没有别的更合理的点数 哎呦 K拼K 这边灵筒也是意识到这件事情 完全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自己留的也是一张K的无邪可击 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 待会儿子马仪别去顺调留邪的勒布斯鼠 这类的状态 一张手牌拿到看泽的牌 一张杀本看泽 刘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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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尸体已经凉了半天了 无胁打了 哪个无蟹打了 不知道在这些细节 你这个看的都是好的 刚才之前 那咱们虎这个东西 它是因为网络的问题 所以那个什么吗 算了算了 不要再这些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大乔 有没有机会去 激伤一下这个流星 如果能够激伤 要悬 要悬 死了 哇冲冲 让你吃 你看看死了吧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胃嘴伤身 还吃 你看看 哎呦冲冲这一份打得漂亮 哇塞 成功的激伤了对手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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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哎等等 GC啊 结束了 对啊 GC赢了 哎呀 我们刚刚还在说 戏竹路是很有希望的 然后GC赢了 结束了 结束了 那今天的比分就是3比1 GC获得了胜利 那GC刚刚冲冲也是很激动 就对吧 你看到他喜悦的笑容 对对对啊 这看 至少看见 看见嘴长什么样子了 对吧 我们证明了 诶冲冲是有嘴的 对吧 因为之前有一个口罩 一直打住啊 不知道是 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最终现在 4支进行队伍 已经全部都 这个出现了 分别是GC VCup 由领和归心 其中GC是唯一一支 虽然在常规赛中 成绩比较落后 在下半区 但是呢 凭借着自己顽强的努力 先击败了 比自己排名要高的老司机 然后击败了 比自己排名高很多的 西如露 逆势上扬 最终晋级到了 我们的四强当中 那我们将会在 决赛的现场 为大家带来归心 游领 VCup GC的 他们的精彩的比赛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然后导播这边决定吧 是不是再画个画 导播如果想画画的话呢 把答案告诉我 我这边来画 如果觉得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样 那就这样 对 然后 好好好啊 然后那个 导播说 那个 就算了 好吧 早点下班吧 你们是吧 还是挺体贴的 这个石油 石油也挺辛苦的 刚从广州回来 那同时明天的话 也是 目前的话决赛 有人问决赛是什么时候 没定呢 定了告诉他 对 目前还没有定 也就是说 目前来说 季后赛的整个七轮 包括这个 就是之前的七轮的 俱乐部联赛 包括这个季后赛 已经全部都 暂时告一段落了 决赛的话 等到网站这边 出了一个 就是具体的详细的 比赛的安排会通知 我听过我说谎起来 有之前说 12月17要打的 有说12月24要打的 现在这个时间 好像还要往后拖 估计到元旦也有可能 好吧 然后也有可能 元旦再往后 这个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但总之是这个比赛 肯定是在全国的 总职赛之前 所以我们后续的话 其实还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比赛 一个是 22这边线上有一个比赛 具体的话 我们都明白 但是下周一 我们开始直播 所以下周一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直播这个比赛 顺便聊聊后边的事 第二就是 冬季赛的决赛 我们三个项目 每个项目有四支队 或者四名选手 这是二的 那个冬季赛的比赛 然后第三就是 线上资格赛 线上资格赛的话 实际上是说 我们中国这些 线上的比赛也好 天梯比赛也好 然后城市赛也好 这些要这么多资格的人 终于要聚在一起 然后去打这个资格赛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事情 那就是我们总职赛 所以今年后面 还有这四个比赛 怎么觉得前面那天 跟没打一样 后面怎么还有四个 要个亲密 还有是吧 要了红甲老运了 是是是 好 然后明天的晚上八点 我们在 三国沙官方直播间 对 明天我们会有 非常精彩的直播内容 是的 也是相同的时间 晚上八点 就不在三国沙的 网站直播间 而是三国沙官方直播间 对对对 然后有我 红甲还有 就是一个神秘人物 明天大家就会知道 以及就是咱们一个 来的一个新人小姐姐 不过他在上周的 黑店的直播已经露过面了 如果上周有关注过的人 应该也知道 就是Reba对吧 然后明天的话 八点钟的话 反正就是咱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很精彩的直播内容 然后我也会以一个很奇怪 或者说比较新颖的形象出现 不知道洪甲哥明天是不是 会以一个很奇怪的形象出现 明天的话不至于 比如说裸依 明天是这样 明天是这样的 明天直播很重要 我会鼓励大家 会推荐大家 能去看的话尽量去看 而且尽量坚持看完 对 明天是 因为我透露一个 只在我们直播间 大家知道的事情 就是明天会抽一个 传说的卧龙的 我忘了是 我没能清楚是大猪狗还是小猪狗 我觉得可能是小猪狗的一个传说的皮肤 具体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手刹上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好吧 手刹的 所以这个 就大家明天能去看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哪怕能重个皮肤也是好的 但是还有其他几些奖品 我们会通过抽象抽给大家 也有精彩的内容 对吧 是的 好吧 那我们明天就事跟大家说完了 好吧 明天晚上八点 那今天的比赛到此够一段落 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见 就是周六日就写两天了 好吧 终于有可以 可以 喘息的机会 对吧 那我还是不能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大家 再见 好 那明天晚上三国沙官方直播间 晚上八点 我们到时候再见 好 拜拜 三国有资质 大家好 我是周小鱼 欢迎收看 有求必用 有问必答的三国沙 三国沙 王者之战城市赛火热进行中 北京 西安 长沙 南京 武汉 广州 六道城市火热开战 有两起公众微信号开启 同时两起黑电正在营业 扫描二维码就能通关进入 快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做手 随着第六届天梯台卫赛的开启 全新的名人堂系统也即将上线 台卫一起开启来 下面请看你为我打环节 本节目的第一个问题 来自高傲的大哥提问 我总听身边的小弟说什么油两起 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油两起其实是一个外来词 油两起 意思是让你多开包 多买皮肤 坚持信仰 世界和平 下一个问题 来自陆讯联营天下第一提问 每次我跟刘峰决斗的时候 那个逆怎么出不了杀啊 是bug吧 哎兄弟 以后再说这种问题 是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OK 刘峰技能中关于逆的描述是 每当其他角色 需要对你使用一张杀的时候 使用是有目标的 而南蛮和决斗这种呢 叫做打出杀 小孩比如说我打出了一记重拳吧 哇 自在极异孙悟空提问 王毅的角色一彩 跟鼠项的青五花竹 这两个传说皮肤 我都好喜欢 推荐优先买哪个啊 那当然是斗买啊 打不了 做自己净土 你看啊 孙上香小姐姐 她就没有一顿成这样 王毅小姐 王毅小姐姐就更厉害了 她躺着 下一个问题 来自北方的狼提问 断肠了之后技能会马上消失吗 我上次看到一个阎兰文炒 杀死了毒菜断肠之后 还能疯狂的觉得 状态技能呢 是不会随着断肠而消失的 比如说新SP貂蝉 离婚了某男性角色之后 杀死了蔡文基 如果这个男性角色没有死的话 那么你仍然要触发离婚的后续相机 调环排队 问题五 来自回音哥提问 你三国沙生涯中最极致的一科是什么时候啊 大概是我左辞反贼花生元少要收拳场的时候 反贼队友不相信我 怕我是内貌 跟着我就做了一件非常有说服力的事情 他们就都乖乖的把人都送我了 然后就顺利把主公一播了嘛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音乐 我是那 我 我们必须得耍皮了 你看张德华 不管是怎么 张德华刚开始在做什么 哎呀 不要被骗了才好呢 我就说 哎张德华 不管是怎么让你赢吧 哎我都服了这人了 哎我都服了 那么本期的三国有姿势 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每期节目会选出三名幸运观众 送出王者之爱的实体奖励 第一位单上在三国沙 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里 小编会自动抽取一位 送出三国沙折扇一把 第二位单上在微博 请大家关注新浪微博 周小鱼同学留言 并转发本期的视频 我会随机抽取为观众 送一个移动电源 第三位则在B站上展示 我选择一个最佳留言 送出三国沙精品台电一个 谢谢大家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说 我先过来 快去 就是他 张志冲老师 受本团队的执行导演 兼足摄影师 一路一带 我很多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 谢谢 谢谢 你抱怀我已经怎么要吐了 我肚子好疼啊 我的肚子真的好疼 我肚子好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